虛則補之 寒則溫之 既燥熱 尚活不過頭 其實我們的體質 大概可以分成四種比較常見的 對 然後就是 像剛剛講到那個主持人講到說 你是手腳冰冷型 那就比較偏陽虛型的人 陽虛就是所謂的靈怠 陽氣不夠 你就怕冷 然後虛環比較差 但每個人應該有不一樣的補的方式 有些是老祖宗傳下來 家裡是爸媽傳下來 有些也是爬文剛剛才發現 那我就講一下剛剛發現的 沒有啦 你就是這種 沒有 我要真的講一個家裡傳下來的 老祖宗 我那個時候 我爺爺94算老吧 前輩 長壽 八十幾歲的時候 我記得大概十年前我太太跟我 還沒結婚的時候 也大概這個時節 然後回家 回到我爺爺奶奶家 就去看看爺爺奶奶想說晚一點要去逛夜市 結果一進去 老人家就很熱切地說 吃飯了沒有 我們就說還沒吃 然後跟我們含鮮幾句之後 她又想起來還沒吃 就說來來來 我有些東西給你們補一下 她就說補一下 然後我心裡想說該不會我阿嬤煮了什麼東西 然後如果是煮中藥的話 我老婆她又不愛吃中藥怎麼辦 結果她就帶著我跟我老婆 那時候女朋友走進她的廚房 電鍋 我想說完了 中藥味就是電鍋用燉的 結果一打開 哇 酒香甜甜的香 跟那個米香四億空中 唉唷 很漂亮啊 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剛才我爺爺就把它 從那個電鍋裡面一拉出來 一鍋飯 飯 飯 怎麼會是這樣呢 然後我阿公說你吃看看 這自己燙的 米糕 米糕 然後馬上我就先挖了一瓢起來吃 是熱的耶 就是我們去行天公拜拜 不是會有那個圓的米糕 上面放一顆龍眼 我從來沒有吃過熱的米糕 我爺爺自己煮耶 對 聽起來很好吃的感覺 然後好像在廟附近才會賣的感覺 對... 吃起來有點像甜粥之類 甜的米糕 然後好Q喔 重點是那個酒氣 已經退得差不多 只剩下香氣 然後我阿公還加了一點糖 在上面拌過 所以吃起來好香 然後又甜 然後吃了之後整個身體都暖起來 我女朋友就是手冷 腳冷 濃一種的那一種 這好適合冬天吃喔 然後我就問我阿公說 這阿嬤煮的喔 阿公說不是 他煮的 我說這麼容易煮嗎 暖男 對... 暖男 阿嬤不會 阿嬤不會煮 資深的暖男 資深暖男 然後他怎麼煮呢 他講完之後 他用講的我就學會 後來我就煮給我老婆吃 他說你用兩杯糯米 然後裝的時候 米滿一點點 然後倒到鍋子裡面去洗一洗 然後米弄好了之後 兩杯糯米對不對 然後再一 看你要喝多少的酒 看你喜歡酒多還是少 如果你酒要少一點 你兩杯米就是兩杯水 然後你就把 譬如說你酒只要加半杯的話 你的米就變一杯 水就變一杯半 有沒有 反正酒要算在水量裡面 對...就是兩杯的液體就對了 然後看你是要酒多還是水多 你都要兩杯多酒 對 兩杯多酒 我約說你放下去之後 倒進去 放進電鍋 外鍋一杯水 然後按下去 跳起來之後等15分鐘 要讓他悶一下 悶一下之後 你喜歡吃甜的有沒有 就挖黑糖或是砂糖 看你吃多甜都可以 挖下去拌一拌 拌一拌之後 如果你喜歡吃龍眼 再把龍眼乾擺上去 電鍋再蓋起來 都不要加水 也不要按 再悶15分鐘 Q彈彈彈彈彈彈彈 自製米糕就出爐了 哇 這個米糕...有沒有 就是它 就是它啦 米糕 然後你如果喜歡龍眼的話 就自己弄 很簡單就可以吃了 我比較好奇 它的酒有沒有說要用什麼酒 阿公就是用米酒頭啊 米酒就可以了 老一輩好像很喜歡米酒 那如果我用Sake或是白酒 對啊 就是比較那種 中西合併就用白酒 應該這麼說啦 香檳啊 你們家的那個成本比較高 用葡萄酒可能還有葡萄香 謝謝 河以為要歐美了 香檳 香檳 他們家比較好一點 對 我們家都米酒頭而已 可是這個酒不夠多 所以我來講 你的標準跟我們標準不太一樣 但我喜歡打開的時候就酒 你酒量是很好嗎 可是我這樣聞就有酒味 對啊 它其實聞起來是有酒味的 很淡 吃起來沒有酒味 這可能適合小孩子吃 就是吃不到酒味 一勺是不是 我要說的是 宇文姐你是要喝醉 我們是要補身 不太一樣 酒味 沒有酒多一點 對身體也比較暖 對 冬天吃這個很Q很Q 嚼的時候就會覺得有肉 好Q喔 好 那一邊吃對不對 很Q 有沒有入味 有對不對 很簡單 而且基本上成本很低 對 很好做 好好吃喔 對 真的是廟裡附近有賣的 對 尖尖的 而且沒有添加物喔 老人家自己做得最好 對 你有考慮那個初一十五去沒有 擺攤 你不要這樣子 這個自己做起來 家裡吃就可以 如果大家冬天 鬆花粿 鬆 這是米粿啦 米粿 對 包子店可以賣這個 以後... 我們先把包子打下基礎 好 好 那我再來介紹一下 第二個 這個對我來講也是有歷史意義的 我記得民國83年的時候 那一年要考聯考 跟我同一屆 對啊 那考聯考的時候 我記得一月份時候 很涼 很冷 然後我媽那一陣子 就看我每天都熬夜 然後睡都睡不好 然後為什麼熬夜 因為那個時候就關係著 你如果接下來的模擬考考得好 下學期就可以編在A段班 那時候還有這種 對...它分組 然後我媽就說你每天睡不好 來我弄個東西給你吃 酒釀 酒釀 這個怎麼弄呢 我媽呢 她那個時候 她就每天弄酒釀 挖個兩勺酒釀 放到鍋子裡加點水 煮沸了之後 來... 來囉 給它 你喝大碗的 你喝大碗 好 酒釀 挖兩勺到鍋子裡 煮沸了之後加點水 然後接下來 如果你愛吃甜的 就咬糖下去撒在上面 然後再打顆蛋 慢慢的讓它滾... 滾小火之後關火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蛋 你不要吃這種整顆的 你也可以把它打成蛋花淋在上面 蛋花湯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看起來就像桂花的 那個屑屑一點一點很好 我小時候 我家裡是自己釀酒釀 這太厲害了 對 我姑媽要加酒渠 對 要加酒渠 然後因為冬天 喝這個 喝了就是會 整個全身會熱起來 而且聽說 我覺得沒有太大的效果 就是吃酒釀 對於女孩子的發育 是很有用的 但看我 大家就知道結果是什麼 有這樣聽說 原來是傳說 原來都是假的 沒有...我告訴你 我是跟天心同期出道的 是 她就說她吃很多酒釀 她是說她出血針接受 她有說她吃很多酒釀 然後後來我就回家罵我媽 我就說天心有吃酒釀 就可以拍血針 然後妳小時候沒有過吃酒釀 我就不能拍血針 為什麼要罵媽媽 而且我們家的酒釀 我家也是蹲這個 你看 但是他們說吃的時間 要在你發育的時候 我就是了 我也是 可是國中就吃這個嗎 對 我也是國中吃我也沒有 我以為你三個 我要說的是 好喝 那個時候媽媽弄給我們吃的時候 晚上真的很好睡 因為有酒 對 又暖又好睡 你們知道後來我就分A段班 連考考師大附中耶 因為酒量 睡眠好很重要 五月天了嘛 那個師大附中耶 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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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